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而言 本以为限制挖矿算力的RTX3060显卡 将成为大家最后的救命稻草 可没想到NVIDIA的老黄反手就是一个破解驱动 直接让RTX3060的挖矿能力满血复活 而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业界的广泛不满 所以为了重拾信心并获得玩家们的再一次信任 NVIDIA就于近日宣布 将推出变种型号的RTX3060显卡 并从硬件层面上限制了挖矿算力 至于更为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 老黄推出破解驱动释放显卡算力的举动 肯定是为了挖矿行业而准备的 毕竟突破6万美元的比特币行情 其诱惑力没人抵抗得了 更何况老黄和黄牛一样都信黄啊 然而这次NVIDIA宣布将推出变种型号的RTX3060 并将采用从硬件层面上限制挖矿算力的做法 其实算是对之前所做蠢势的一些弥补 具体来看据外媒HKEPC透露 为了再次打压ETH挖矿行为 NVIDIA将会推出新一版的GeForce RTX 3060显卡 而详细的做法则是停产原本RTX3060所使用的GA106300核心 并为此换上全新的GA106302核心 由于此同时NVIDIA也会在GA106302核心中加入更多的限制机制 比如在即将发布的470.5β驱动中 彻底删除GA106302的数据 并让其完全失效 兼而从根本上断绝ETH挖矿行为 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其初期性能不变 变种型号RTX3060的QDA核心数 显存规格以及真卡功耗方面 几乎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换句话来说就是和之前的3060一模一样 另外为了进一步提高预期和出货量 NVIDIA会在变种型号推出之时 一并推出RTX3060 6GB版本 至于其实际性能和具体的价格方面 目前NVIDIA并没有透露更多的消息 但根据供应链表示 RTX3060 6GB版本的国内售价将会是2199元起 并将于6月之前上市 至于NVIDIA为什么会突然推出变种RTX3060 这其实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 其一是因为目前NVIDIA已经将新加密采矿处理器系列的收入预测 从5000万美元更新到了1.5亿美元 其二则是此前所宣布的专业矿卡CMP 30HX、40HX、50HX等均一上市 而为了能让自己的矿卡销量保持预期 并迫使矿工选择其专业矿卡 所以老黄就必须推出限制游戏卡挖矿算力的措施 而更换核心从硬件层面上杜绝的做法 就是其最好的选择 最后变种版的RTX3060的上市时间 预计会在5月份左右 售价也和之前的2499一样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 RTX3060的变种版将会和原版的旧版一起混入市场 到时候矿乐版要想买到没有限制挖矿算力的RTX3060 就只能以抽奖的方式去选择了 另外也有传言表示 这种更换核心从硬件层面上杜绝挖矿的做法 也可能会用于即将推出的RTX3080Ti和RTX3070Ti上 至于究竟会不会用 就只能等到OVDIA具体公布才知道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